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IOH講座 那首先我們要先感謝陳家虎先生 他要送給我們一句話 年輕是一種心境 而不是實際的年齡 當你失去探索竹夢的熱忱時 你就失去成為年輕人的本錢 那首先這是我的目錄 一開始我會先自我介紹 然後我會再介紹中華大學 還有應用日語學習 之後我會分享一些 令我印象深刻的課程 課外活動與經驗 最後我會說一些我的心得與收穫 首先我先自我介紹 大家好我叫鄭梅倫 我就讀中華大學應用日語學習 那我現在是四年級 而且我也是個土生土長的新竹人 新竹就是一個無時無刻風都很大的地方 而且說到新竹 我覺得最有特色的地方就是我們新竹的城隍廟 因為城隍廟除了是古蹟之外 它的周圍也有非常多的小吃攤 然後賣著新竹的特產 還有小吃 而說到新竹的特產 不外乎就是米粉跟貢丸 那新竹的炒米粉是我們當地非常有名的美食 而我是從新竹的成德高中畢業的 成德高中其實距離中華大學也不遠 那這個高中對我來說意義比較大的地方就是 其實當初我的學測跟指考成績都不是很理想 不過我當時的班導跟教過我的老師就是會鼓勵我 就說不要緊啊 那你就繼續讀 反正你也許也可以讀出自己的興趣啊 然後我就照他們的話去做 結果我也真的讀出一番興趣來 所以我覺得他們的話對我來說 意義還蠻大的 然後我是就讀中華大學 你們可能會覺得說 成德高中也在新竹 那中華大學在新竹 我是不是刻意考的呢 其實也不是 因為我是考指考 然後登記分發 那這樣刷刷刷刷下來 後來我就進了中華大學 所以有點算是誤打誤撞吧 那我這邊會稱中華為竹嵌中華是因為 新竹的舊稱呢是竹嵌城 那中華剛好在新竹 所以我就稱為竹嵌中華 然後中華的位置與交通 因為臨近交流道 所以如果是開車通勤的話 還蠻方便的 像我們學校有很多老師啊 然後系上老師也都是開車通勤 而且我們學校也有轉運站 然後有客運可以通往 直達台北跟台中 而且也有 而且也有那個市區公車啊 可以到新竹的市區 像可能每20分鐘就一班 那當然也可以騎車啦 不過我們學校 從 從新竹市區騎到中華大學 大概有個20分鐘 所以就看你們要選擇哪種交通方式 然後這是我們的大門口 那因為像現在大四生嘛 都要拍一些畢業照 那我們學校的學生啊 都是在後面那個大草坪那裡 拍畢業照的 而且這個地方啊 對我來說有個特別的回憶就是 因為我 我之前有參加我們系上的畢業公演 那我們就要宣傳嘛 所以我們就像照片這樣子 拿著海報 然後在門口宣傳啊 就可能喊說 大家要來看我們公演喔 這些話 那 我還記得當時因為是夏天 太陽很大 很曬 所以其實很熱 蠻辛苦的 可是 每個人就還是很努力的宣傳啦 因為畢竟 準備了這麼久 就是希望大家來看 所以還蠻特別的回憶 那這是我們學校有名的 鴨子壺 就像他的名字所說 這個壺啊 有非常多的鴨子 而且這些鴨子啊 時不時都會上來 可能散個步啊 像我在拍這張照片的時候 就有一隻上岸來 他上岸就算了 他那時候還突然大叫 嚇了我一大跳 所以如果你們有來我們學校 一定都會看到這些鴨子 那我們學校有分六大學院 有工學院 管理學院 建築與設計學院 人文社會學院 資訊學院 還有觀光學院 像我就是人文社會學院的學生 我是就讀裡面的 應用日語學系 這是我們的人文壹館 那我們學校的學生都會把它 簡稱為F洞 如果你是就讀 F洞裡面科系的學生 你可能就會比較辛苦 因為這一洞啊 是距離向門口最遠的移動 走路大概要個10分鐘 所以像我平常趕車啊 就都趕得還蠻辛苦的 那這是F洞裡面的文化教室 我們會在裡面上日本文學史啊 或是日本翻譯啊 這些課程 然後這個是文化教室的後方 會有像這樣一個小合室 我們會在這邊可以體驗一些 查到的活動 這是五樓的 口譯教室 我們口譯課都在這邊上的 然後我們系上老師上 口譯課的方式 就是他會放 他會用 他會播放一組 單字或是句子 然後我們學生就要運用前面的那個 小小的麥克風 然後可能 聽到句子 然後要說出他的中文 所以其實是蠻有挑戰的 我當時上這個課的時候啊 其實我都蠻緊張的 然後我是就讀應用日語學系 什麼是應日系呢 應日系其實就是把日文 應用在專業領域的科系 就是比較偏商 那有人會說 應日系跟日文系有什麼不同呢 他們是真的不一樣 日文系就是比較深入研究 還有日本的文學 或者是你會上到一些 日本的歷史啊 那日本的文學語法課啊 所以如果你是 沒有考慮到之後的工作 而是對日本真的有興趣 其實你可以考慮日文系 那應日系呢 就是我說的比較偏商 所以課程內容可能會上到日本的商業 企業 翻譯 或者是文書 那如果你以後是想要從商 或是進日商 其實就可以考慮 去我們學校的應日系 適合什麼特質的人呢 其實我覺得 每個人都可以讀 但是如果你更具有耐心 或願意背一堆東西啊 什麼文法單字 那最好要對日文有一點興趣 因為像我的經驗就是 我身邊可能有些同學 他們也是誤打誤撞 考進這個系的 那加上他們可能對日文又興趣不大 所以讀起來就有點乏味 然後可能 讀的也沒有說很順利 所以我覺得 或許要具備一些興趣會比較好 那給沒有日文經驗的朋友 我是覺得其實不用怕 你就算沒有接觸過日文 你也是可以讀這個系 因為像我也是上大學之後 才第一次學日文 雖然我之前有看過一些漫畫 或是動畫 可是那畢竟跟學日文是不一樣的 那所以我也是上大學後才第一次學 然後我自己也覺得我學到現在也不算差 所以如果你們真的對日文有興趣 然後之前也沒接觸過 不用怕 也是可以來讀的 教學特色的部分 我們基礎課程的話 有包含初級日語 日語繪畫 日語聽講實習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聽力課的意思 像這邊我特別要說 我們的日語繪畫 它是採小班制的 像我們這一屆 有分兩個班 那如果你在上繪畫課的時候 一個班會再拆成兩個小班 而且我覺得 這個上課方式是比較好的 因為如果小班制上課 那這樣子你的聽跟說其實進步的空間會更大 所以我覺得這樣還不錯 商務方面就是因為我們上了大三之後 我們會分商組跟文組 那商組就是商務的部分 有包含商用日語 多國企企業論 日本商業書信寫作這些課程 那就算你選文組也沒關係 你也是可以修一些商組的課 像我就有修過商用日語跟 日本商業書信 而且這些課程都是由 日籍老師教授的 所以雖然說他們講的是日文 但他們都會很有耐心的講 所以我覺得 課程內容不會到很難 那如果你剛好對商有興趣 就可以選擇商組的部分 好那語文方面就是文組嘛 因為像我是文組 所以包含日本文學史 日語語法 日本名著選讀 這些課程我全部都有選 而且我必須說的是 這些課程其實都有一定的難度 像日語語法我們有分很多等級 那我因為我是文組嘛 所以我每一學期都會選到日語語法 然後學的過程中 我就會知道說 每個難度它 每個等級它難度不同在哪裡 然後我也會更深入了解 語法 比如說 這邊為什麼要用助詞 那它代表意義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們對文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選文組 然後更深入了解 觀光的部分是 算是我們系上近期才開的 包含領隊與導遊日語 和餐飲與旅館日語 這些課程 雖然這是近期才開的 可是我覺得我們系上做出來的成效 還有一些同學出去參加比賽 其實獲得成績都不錯 那如果你以後是想要從事 導遊啊 或是飯店業 其實你就可以選擇這些課程 我們系上的活動有很多 其中包含一些 日本文化粥啊 戲劇碑跟姐妹校交流等等 映日文化粥 我們在文化粥的時候會體驗 茶道跟花道這些日本的文化 像這就是花道 像這樣圖片啊就是老師可能在教授一些花道知識 而這是茶道的部分 像茶道上課的地方就是我前面介紹過的文化教室 而現在上課的這位啊 就是我們的系主任 他前面擺的那些茶具啊 就是茶道需要用到的 那如果你們對茶道有興趣的話 其實就可以來體驗看看 EJ Corner是 我們跟外文系一起合作的 就可能外文系的學生跟英語系的學生 會利用中午休息時間 然後我們會一起 自我介紹啊 就外文系可能會用英文 那我們用日文自我介紹 所以其實對 口說方面是有一定程度的 進步 那如果有興趣的人 其實也可以報名參加 我們姐妹校交流 其實有分長期跟短期 短期的部分 寒暑假會有 大概一個星期 可能七八天 然後去姐妹校做交流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就可以報名參加 然後 系上就會篩選 所以你就可以可能 近的人就可以去 姐妹校做互動交流 然後長期的話 就是我們大四生 可能就有半年或是一年 可以做交換學生 而且我們學校也有提供 所謂的千里馬獎學金 就是你如果連續五學期 在 在 班上是 第一名或是前三名的話 就會提供不同 不同程度的獎金 然後讓你去做交換學生 畢業公演的部分是 我們系上有一些畢業門檻 然後其中就有分 畢業公演跟實習 那我是選擇 畢業公演的部分 像這個部分就是會比較 有比較多同學一起共同參與 所以是一個很特別的回憶 畢業後的跑道 其實有很多 像台商日商 翻譯口譯 跟出國留學 選擇很多 但我覺得並非擇一 你可能一開始 會想要進台商或日商 然後之後幾年後 你可能會想說 那想出國留學 其實我覺得也是不錯的 那就是看你們自己的選擇 接下來是 令我印象深刻的課程 我曾經選過一門課 是日本名著選讀 這門課啊 就是老師會導讀與分析一些 日本的經典文學 然後我們會分成小組 我記得當時我們班是分成 四個小組 然後每個小組會選一部電影 然後那部電影一定會有 小說改編 我們就要去進行探討 分析 然後製作成PPT 那PPT的內容全部都要用日文 然後我們會在上台用中文 大概報告個20分鐘 所以其實很具有挑戰性 我還記得當時我們組啊 其實做的過程是蠻辛苦的 因為每個人看電影 看電影真的要去分析的時候 又是另一回事 更何況你還要用日文 所以我覺得 這門課對我來說印象很深 而且 真的是很有挑戰性 那我還有選過一門體育課 就是有氧運動 其實我覺得大學生啊 上了大學以後對於體育課 會比較沒那麼 沒那麼去好好的上 像有些人可能就是 體育就等一下可能是體育課 他可能就會想說 翹課啊 或是很想睡覺 然後就是 乾脆直接睡就不去上課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想要好好的運動一番 那其實就可以選這一門 有氧運動 我還記得當時我上的時候啊 就是 一定會上到滿頭大汗 而且回家也非常的好睡 所以其實 我還蠻喜歡這門課的 飛移力事業是我選的 一門通識課 它是一門具有服務學習 與成就感十足的課程 像這門課啊 我們也是分成小組進行 然後我們之後會去 老人安養院啊 與老人互動 同樂 所以這一些活動 都是我們小組小組 自己要去負責企劃 跟執行的 像這就是我們組正在進行的活動 我們當時選擇的是 看圖找查 我們就會請老人家看著圖片啊 然後找哪裡有不一樣 然後再從旁協助他們 這個是我們的第二個活動 我們會帶材料去 然後跟老人家一起 教他們怎麼坐指風車啊 那我還記得當時那些老人家 其實 都很願意配合我們 而且那過程就是覺得 他們都很可愛 很溫暖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值得的活動 然後是畢業公演 因為我當時選擇畢業公演 就是覺得說 想要再跟大家一起 算是一起努力吧 然後而且這也是我們這一階共同參與的最後一次熱血 像這張啊 就是當時我們在排演 而且我真的得說 我覺得我們畢業公演的道具組很厲害 因為像照片上看到的那些沙發椅子啊好幾張 都是他們不知道從哪邊生出來的 而且每一次排演啊 就像一個驚喜一樣 他們都會帶來不同的道具 所以我真的蠻佩服他們的 然後這個是我跟我的組員 我是在服裝組的 那當時我們是要拍 畢業倒數 所以每一組都要像這樣拍照 那因為我是服裝組的嘛 所以我就是也負責化妝 像這張照片就是在開演的 前面的時間 然後我在幫我的演員化妝 然後這個 這個過程對我來說是很困難 因為我記得 當時那位演員他是要畫老人妝 那我化妝已經很不上手了 更何況是老人妝 所以我記得我當時有上網去Google 然後看人家教說怎麼畫啊 還好這個任務最後是有完成 就是一個小小的成就 然後這是我們在開演的前一天到現場進行排演 然後那些演員啊 就在練習走位 然後負責舞台的人 他們可能就要在地上貼一些膠帶啊 讓演員知道說要 走到哪個位置會比較好 這是當時正式演出的現場 我還是有當時我還蠻感動的 因為看到那些同學的演出啊 我就會感覺到 正式演出跟排演他們的氣場完全不一樣 所以是還蠻有震撼到我的 而且經過這個畢業公演 我也學到團隊分工 也認識更多系上的同學 因為其實 好幾個月下來 那衝突跟摩擦一定是有的 那這時候就要溝通嘛 而且因為這是 系上兩個班一起的活動 所以我也更認識另一班的同學 我們會可能會 有聊到天啊 或是有進行討論 所以我覺得 其實 某些方面來說 這個活動還蠻 讓我覺得蠻珍貴的 然後我參加 課外活動的部分 就是 我有參加就是大一的新竹燈會睡魔季 因為這是我大一的時候 參加的第一個系上活動 我還記得當時是因為燈會 當時剛好舉辦在新竹 那我們系上就 就有請同學 可以去報名參加 那當時我就報名了 大概三天的這個活動 然後當時我們就會穿像 照片這樣的服裝啊 然後 然後會進行幾個小時的採接 就是跳來跳去的 然後喊一些口號 然後我覺得印象深刻就是 當時我就是 因為這樣一直跳嘛 所以我回家的時候都 一直 就是完全 踢腿 所以真的是很 難忘的回憶 然後照片上的這些人啊 都是當地的日本人 他們就會過來一起 跟我們進行活動 然後他們就可能會吹著笛子啊 然後跟著我們一起採接 而我們系上呢 每個年級有所謂的戲劇杯比賽 就是同學可以自己選一個題材 然後自導自演的戲劇表演 像我們班大一當時選的題材是 陶太郎 然後這張照片上看到的服裝啊 跟道具 都是我們班自己同學自己做出來的 我記得當時我們班還蠻 付出熱情在這個活動上 所以我們當時就得了第一名 然後我們口醫課的時候也有去校外參訪 當時我們是去參訪的 統一書位翻譯公司 而且我覺得這次的參訪 其實經驗是蠻特別的 像這個就是我們當時 參訪的現場 我們是分成兩個小組 然後分別有 工作人員 工作人員帶著我們參觀 然後他們也會解釋一下 他們工作的場所啊 環境跟狀況 而且我那時候我就知道說 原來這就是翻譯 翻譯人員工作的現場 然後這是我們最後的大合照 其實一整天下來啊 我覺得 其實大家都還蠻開心的 而且經過這次參訪啊 我也了解到職場 能夠更深入理解 翻譯公理的工作場所 就是我可能會知道說 原來要成為翻譯師 需要具備怎樣的資格 或者是 我必須付出哪些努力啊 所以其實真的沒那麼簡單 然後會讓我更加了解 那我的個人經驗分享就是 通勤人生 因為其實我不會騎 我不會騎機車 是我大學期間啊 我完全就是靠公車輔助我的 然後有些人聽到我這樣講 可能就會覺得說 蛤你搭公車好辛苦喔 但其實我是覺得還好 因為後來就變成說 其實我很習慣搭公車 而且到後來我也蠻喜歡的 因為可能公車的路途中啊 我可以聽聽音樂 或是想想自己的事情 或是睡個覺 所以其實我後面就完全不討厭 而且還蠻喜歡的 然後這就是我們學校的 香山轉運站 像我就是搭前面那班公車啊 然後這樣通勤 而且其實 我們學校 曾經創下紀錄就是 因為可能很多同學都要搭那班公車回家嘛 然後曾經排隊就圍繞整個香山轉運站 所以其實是蠻壯觀的 但 搭久了其實就會習慣 因為你就會知道說一定會碰到這樣的狀況 然後我初次面對日語的時候啊 其實我很緊張 像我大一剛開始上課的時候啊 我都會在上課的前一天在課本的日文字上 註記一些 羅馬評音 這樣子老師點到的時候 我就會念 我也不用怕 所以我一開始上課真的很緊張 可是到後面的時候其實都會習慣啦 因為你越 常常看 常常念 就不用太刻意去記的話 其實都會 都會記住的 而且到後面你就會覺得說 其實 什麼 五十英啊 片夾平夾明 其實 其實沒有很難 反而是文法比較難 然後我有參加外語領隊導遊的考試 因為像我前面說的 我們觀光的課是近期才開的 那當時我也有想要選 然後只是 我後來因為一些原因 我就沒有選了 可是我還是想要考這個證照 所以我就下定決心 然後花了整個寒假的時間 猛K書 而且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你們去查 相關書籍會發現 他們的書都很厚 比字典 差不多跟字典一樣厚 所以我當時有嚇到 然後但我還是覺得說 不行 我一定要考 所以我就花整個寒假的時間去看 然後後面也有考到 所以還蠻開心的 努力有回報 後面呢我有參加 同一數位翻譯的獎學金比賽 當時是老師推薦我的 那我也覺得說 好那我去參加看看 然後就老師匆忙協助我啊 那我也自己翻來翻去 改來改去 那沒想到我的翻譯作品 就意外的得獎了 然後這就是我們當時 參加的頒獎典禮的現場 中間那位呢 就是那家公司的董事長 然後這是我們後面參加的慶功宴 像在場的這些同學啊 我們都是來自不同的大學 然後他們也都是得獎者 我們也翻字 翻 我們也是翻 各自不同的語言 所以其實就是一種交流啦 然後當時也有留個FB啊 就算是認識的新朋友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蠻值得的比賽經驗 而且參加這個比賽啊 也更增加我的翻譯經驗 我會體會到不管是中翻日 還是日翻中 其實都是蠻困難的 因為你可能就是要了解 你翻的內容的專有名詞 然後要去正確的翻出來 不然可能 對方可能看起來 就覺得說好奇怪喔 那這樣子就會 蠻尷尬的 所以你可能就是要多加運用到 工具啊 或者是你要自己去 好好思考說到底要怎麼翻 會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 算是有增加一個經驗啦 那我的新得與收穫就是 我覺得從新開始 如果你已經上了這所學校啊 就不要再多想什麼 除非你有別的志願或是夢想 像是你可能想要去考 轉學考啊 轉系考 我覺得都OK 可是如果你什麼想法都沒有 那我覺得 那你就讀讀看啊 因為像我一開始也是 沒有什麼想法 可是後來上了 那我就想說 那我就讀讀看日文 後來讀出了一番心得 所以我覺得 就試試看嘛 而且萬事起頭難啊 凡事開頭音都不簡單 你又不是一出生就會走路 你一定也是 走了跌倒 走了跌倒 那之後也會走啦 所以能不能開校完全就是看你願不願意付出 像我一開始學日文 我也覺得很難 但後來我也覺得 其實一步一步來 就還蠻順利的 也不會到很難 大學四年後的我啊 我覺得大一的我跟現在的我其實有點改變 就可能我對大學的迷思就 就是有些改觀了 像高中的時候我可能就覺得說國立大學一定是非常的好 那私立大學可能就不怎麼樣啊 但現在我就覺得其實我們大學也很棒 像我們的應日系 我也覺得我們師資跟資源其實是還蠻充足的 而且我也體會到啊學習歸學習想清楚自己要什麼是另一回事 像我現在就遇到說我很迷惑 因為我不知道我之後未來的路要怎麼走 可是我的老師就跟我說 你現在要決定一個方向 但方向之後是可以變的 可是問題就是你必須現在先決定你要走什麼路 那 所以我也覺得這是我現在遇到的課題 那也算是我給你們一個建議啦 就是你們大意的時候可以瘋狂的玩沒關係 那這方面的問題其實也可以基礎層面的先思考 那這樣到大C以後就可能不會那麼迷惘了 那我的講座就到這邊結束 如果你們還有問題的話歡迎來問我喔 掰掰